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琼电 大家好,欢迎来到琼电,我是琼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解说 昨天去看了《勇敢者》的游戏哦 没有想象的那么吸引人 但作为娱乐片消遣还是可以的 回归我们的主题 你们看过最扯的电影是什么样的 今天我忍不住分享一部特别扯的电影叫 杰克·布鲁克斯之怪兽杀手 看完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了 我们的杰克是一名易怒且偏执的人 20岁的他和很多人不一样 他一边打工一边读书 原本的他不是这样的 小时候的他也是无忌无虑 跟着父母还有小表妹经常外出一弯 只是某次父母和小表妹似乎被可怕的挂袭击 最后全部死了 就他一个人脱逃 这也导致了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觉得为什么自己那么没用不能救他们 虽然男主经常去找新的医生 但是医生的话语都是那样的 不管自己说什么 甚至发脾气 但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这些年杰克为了生活而忙碌 所以经常迟到 不过教授倒是没有责备他 显然知道男主的情况 至于男主的座椅盘是一个妹子 应该是男主的女朋友或者好友 男主每天都送他回家 但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男主经常不知所踪 所以妹子学问男主去了哪里 可男主显然不想解释 下课后 教授让男主留下 因为他知道男主平时帮人修水馆 所以希望他能够抽时间来到自己的家里看看 老师都这么说了 男主肯定要去 夜里他来到了老师的家里 不过为何你的家看起来这么的恐怖 而且管道也老得不行 原来教授是图便宜才买下这里的 但这地下室的管道似乎太老了 男主让教授上楼等待 自己先修修看 经过一番折腾 管道内流出了很多污水 男主以为弄好了 所以锁得上去 通电后让教授试试 没想到根本没有弄好 水泵差点炸开 男主还受伤了 本来这都没什么 只要买到配件就可以弄好 可是因为水泵的问题导致院子内的土裂开了 裂开也不是什么大事 但院子内的东西竟然被惊醒了 所以等男主离开后 院子开始冒出白烟 白烟覆盖在教授的身上 瞬间让他的眼睛变黑 最后冲出了房子 等他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了 教授发现 自己似乎在院子内挖什么东西 所以他拿出了工具 在院子内疯狂的挖掘 果然地下有东西似乎是一个箱子 箱子旁边的管道 好像就是因为昨天弄破的 借用车子 教授终于将箱子给拉了出来 他很好奇箱子内到底有什么东西 迫不及待的拿来的工具准备打开 打开后认真一看 里面的东西倒是将他吓到了 既然是人的尸骨 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 主要的是里面竟然有一颗黑色心脏 狗狗似乎对心脏很敏感 非常的害怕 没想到这心脏竟然还能跳动 刚开始教授还很兴奋 可是当他准备将心脏拿走的时候 却慌了 因为心脏粘在了手上根本拿不下来 另外自首 更是将心脏往他的嘴巴里面送去 这诡异的一幕着实有点吓人 至于男主这边来到了五金店 准备帮老师买家里的配件 五金店的老板霍华德经常打瞌睡 当他看到这配件的时候 倒是愣了一下 说这配件不太好买 大概有一两天 询问男主是哪里用的 男主说是在街道尽头的一个很老很大的房子 听到男主这么说 店家脸色瞬间变了 让男主迷惘过来 他会告诉男主那栋房子的恐怖传说 顺带拿配件 没多久教授醒来了 教授隐隐也感觉到自己似乎变得不对劲 变得暴赢暴食 当他来到班级的时候 那样子真的和一个乞丐一样 还吃着东西 不仅在黑板上画了古怪的图案 更是吐在了上面 同学们被弄得一年闷闭 课还没有上 教授就让大家下课了 因为他很饿 普通的食物已经满足不了他了 更是有触手从他的身体内伸出 被教授直接剪断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黑色心脏 让他产生了病疫 就连家里的狗狗看起来都很香 隔天晚上 男主如月去了五金店找霍华德 霍华德为其讲述了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 原来当年他和艾麦特叔叔住在一起 叔叔是一个研究家 喜欢收集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 在众多的收藏品中 有一个东西最特别 是从日本带回来的 是一颗黑色心脏 他也曾多次靠近这黑色心脏 都被叔叔给呵斥走了 据说这颗心脏是属于一个恶魔的 几百年前恶魔来到这个世界 将邪恶传染给所有的人类 最后被一群正义的人给打败了 虽然恶魔被消灭 但心脏却保留了下来 因为霍华德的好奇 不小心将专有心脏的容器给摔碎了 最终导致奇怪的白雾笼罩了叔叔 没多久叔叔就变得可怕异常 更是暴影暴失 最后还咬上了霍华德 走投无路的霍华德 只能主动防御 打死了变成挂的叔叔 而那个箱子就是他准备的 他将变成挂的叔叔 埋在了地下还锁了起来 即使叔叔死了 那颗心脏 似乎依旧在跳动 这就是一切故事的缘由 所以霍华德才让男主不要靠近那种房子 但现在已经不是男主要不要靠近 而是他必须去学校 但学校的教授似乎很可怕 更是一巴掌拍飞了那名学霸学生 学后教授开始变身 从背后伸出了无数的触手 将这些逃跑的人全部给抓住 男主带着朋友和那名学霸 躲在了一个房间内逃过了一截 不过学校里面竟然只有这些人 我想男主他们几个人应该是留下来补课 或者是夜校的 但这已经不重要了 就要是我的老师变成了挂舞 这些抓住的人一被触手给捆住 老师招已经变成了大嘴怪 他在考虑吃谁 或者说他在考虑让谁变成他的手下 这些被感染的人 最后都变成了类似上司一样的存在 反正这个过程使得死变异的变异 最后只有男主和这的朋友逃走了 本来他们可以开车离开这里的 没想到男主突然脑臭 想到了这的父母和小表妹 似乎就是被这类似的怪物杀死的 所以他让朋友下车 自己要回去硬干他们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英雄的崛起吗 虽然有点扯 但是男主确实将这些怪物一干掉 更是将变成怪物教授送回到地狱 也完成了英雄救美 虽然这个妹子并没有那么美 至此男主爱上了这种绿杀怪物的感觉 他从一个吊事变成了个怪物杀手 瓦特这个故事到底有多扯啊 反正现在有怪物的地方就有他 说实话这部电影的故事还是可以的 怪物也不错 就是剧情有点扯格局不够大 不然应该能够拍得更好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